无聊推广在地优质的稻米 无期去农会这期是举办了米食嘉年华 除了准备米糕米粉等等的特色点心之外 还规划有米食DIY闯关 让民众能够体验制作寿司跟抹击的过程 而台中市副市长杨琼英也特别下场 和大家一起来动手做 现场气氛是相当热闹 市府也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 让更多人来认识丰富的米食文化 台中市副市长杨琼英手拿米食和乡亲一同进场 带来精彩的上菜秀 也为活动热闹的揭幕 推广在地优质稻米 无期去农会这天举办米食嘉年华 准备了米糕米粉等等特色点心 向大家介绍米食的丰富性 这个进口米对我们在地米的冲击非常大 而且最近我们国人的一个消费习惯改变 吃米越来越久 所以说我们食米的消费量是越来越少 那我们希望办这个五切库 吃好米的这个DIY米食行销活动 就是希望能够传承我们米食的好滋味 除了有米食饗宴之外 农会还特别规划有米食DIY闯关 让民众可以体验制作寿司还有麻吉的过程 副市长杨琼英也特别下场和大家一起动手作 趣味的手作体验也让不少第一次 接触到的民众无视直呼相当新奇 我做了麻吉还有米香还有我们的寿司 因为这些活动让我们轻而易举的都能够把它完成 而且随时马上都可以食用 所以真的非常棒的活动 因为有些东西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 比如寿司麻吉还有了解一些黄豆的还有其他的用途 对我们一些家庭组有很大的效益 因为像说那个麻吉我只有吃过我没有亲身去体验去里面包馅那些 拌得非常的成功 我们的台湾米这么多赞的我们不只只有吃米饭 而且你看我们做的这个寿司这么棒 而且我们还有麻吉有肉粽有很多很多收银 我们将美食的各种创意集结在这里 也就是目的要推广台湾米的赞 师傅也表示随着国人的饮食习惯改变 吃米的人越来越少米食消费力也越来越低 因此希望透过活动推广 让更多人认识丰富的米食文化 进而行销在地优质稻米提升农民的收益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